滚蛋吧废话 不罗里大男子跟一女子吵架 两个人越吵越激烈 最后打干男子在外面喝了几个小时的酒 然后开始跟自己的女朋友在大马路上吵架 然后过来一条狗 为了解气 他俩一人给狗一个大嘴巴子 美国之家哥16岁学生考试没考好 想不开要跳楼 他的父母看到后急忙报警 请求帮助 警方很重视并拍出的狙击手 最后将其成功击毙阻止了自杀 日利亚一男子为了打破世界纪录 强迫自己持续哭了整整一周 然后老哥因伤口感染 器官衰竭去了西天 佛罗里大一男子在马阿密的布里克尔大道的吊桥上进行攀爬 他因为被蜘蛛咬了 觉得自己变成为蜘蛛侠 就去爬桥 神奇的是他真的爬上去了 佛罗里大一男子白耳生 大早上被警察直接破门袋 原来是该男子在马阿密大道撞到了太太后肇事逃逸 自己一整天都在家里面睡觉 根本就没出去 原来是他家的狗把车开了出去 并造成交通事故 最后法院判决 该女子父母每个月要给女子三千刀作为赔偿金 在佛罗里大有一个名为菲利普的男子 他因为无法承受失去爱狗的痛苦 决定要让自己的狗狗实现永生 然后他绑架了一个科学家 让他研究如何让狗永生 否则就让科学家去背自己的狗狗玩耍 结果涂上的丝袜味道太浓了 男子直接吐了出来 但呜吐出不来 导致男子窒息送医院了 这个大爷直接伪造自己假死 装成流浪汗 整整度过了二十年的时间 从小伙熬成老头 最后他发现自己根本没被通缉 连犯罪系统都没有 而且根本没被案